十二級大家好 又出片了 今天時間是4月22日 不是5月22日 剛才出了一條片 因為我太心急 裏面也說錯日期了 堅持有些資料太快了 即是看完關心文 馬上出 怎樣出了之後沒多久呢 它有些東西更新了 更新了 變成我的內容好像有點不準不實 結果我現在剪掉那條片 重新拍過一條 重新堅持現在是4月22日 不是5月22日 然後裏面的內容 其實和我剛才那條片有少少出入 因為最新update 情況將會是這樣的 5月1日 記住是5月1日開始 即是五日勞動節 5月1日開始來泰國就更加容易 EC come 但會不會 EC go 更加容易回香港呢 暫時就未知 即是 EC come EC come 的時候 分開兩批人 一邊就打疫苗 一邊就未打疫苗 打疫苗的朋友 只要你打了齊兩針 那又是用Tilent Pass 在網上申請 不是去領事館申請 在網上申請Tilent Pass 有一件事一定要買的 就是保險 說的是 網上介紹你怎樣買什麼保險 根據他的指示去買 就不要光顧隔壁哥哥強仔的媽媽買 即是用他們的系統 用他們的保險去買 賣的保險 以前是2萬元 最早期是5萬美金的保額 然後變成2萬 現在只不過是1萬而已 搞清楚 是1萬價值 1萬美金保額 不是叫現兜兜拿1萬美金去買保險 千萬不要搞錯 買完之後 還需要預約酒店嗎? 不需要的 你住在朋友家 住在Airbnb 哪裡都可以 沒所謂的 即是你喜歡住哪裡 好 又需不需要去測試呢? 以前是說要來之前做核酸 接著是說來到做核酸 現在什麼都不用測試 甚至來到 需要不需要做ATK快速測試 都不需要 若然你自己懷疑自己有東西 你才要去測試 即是說什麼? 即是說5月1日開始 你只需要在網上預約那個Tilent Pass 買那個保險之後 你就可以來的了 是的 完全不需要去測試 來到之後都不需要去測試 直至你覺得自己可能有東西 那才可以上去 有些應用程式 至於什麼應用程式 這個就遲一點才再公布 而第二批人 第二批人就沒有打疫苗了 沒有打疫苗也可以來 但是手續依然是Tilent Pass 然後也是買保險 但是就要預約酒店 要預約5萬 要預約5萬 而預約酒店5萬之後 來到機場就自然有酒店的車 就接送你去酒店 而在第四天 不是第一天 在第四天才有一個核酸 但他希望你每天保持 都做一個快速測試 ATK 其實這個做法有一點奇怪 但anyway 他是這樣說的 究竟遲一點會不會有更改呢? 這個未知 但根據剛剛收到的消息就是這樣 做法一次5月1日開始 如果打疫苗來就相當容易了 你完全不需要預約酒店 你住任何地方都可以 只需要唯一的限制就是 你要買一份保額 是一萬美金的保險 然後來到 然後沒有事沒有說 就完全什麼都不用測試了 到處飛到處玩 但是如果我本身沒有打疫苗的話 就要透過Time Plus 除了預約保險之外 還要預約酒店是五晚 五晚在第四天還會做一個核酸 而這麼多日之際 我都希望你做了ATK 不過我收到的消息就是這樣 又或者明天後日 會不會有進一步的更新呢? 譬如說我不是來曼哥 去布吉 或者去蘇梅又怎樣呢? 那些什麼Sandbox 還存不存在呢? 應該怎麼搞呢? 我收到另一番的消息的時候 就會馬上更新給大家聽 讓大家知道 暫時的消息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都留意 不過還是提醒大家 先不要太開心 因為假設市儘管你E.C.come 但會不會E.C.高呢? 回到香港會這麼容易呢? 北京現在還要七天隔離 那些酒店是否這麼容易預約呢? 以及那個熔斷機制 會不會影響到 雖然已經有好消息傳出來說 香港決定放寬一點點限制 熔斷以往就是一班機制 三個人中了一招就熔斷了 現在是加到五個 對呀有五個了 那也是一個好消息來的 就是順應民意了 對呀由三個變五個 那也是一件好事來的 希望頂當是四個中招吧 不要五個了 希望是沒事的 希望不要經常熔斷 否則的話 你來到之後 你走不到 都會頭痕的 所以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大家不妨看定些 才再作出這個決定 好嗎? 今天的更新到此為止 若然旁晚時分又改 我又再出一條片 如果不是的話 就等明天或後日 再有多些新的發展 多些detail的時候 再告訴大家 好嗎? 多謝大家 多謝了